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已经印出来给人家盗版了 已经有多少呢 已经大概有三百四十一讲 有三百四十一次的讲道 已经有人在盗版了 那我们还有剩下呢 有多少呢 六百八十五讲还在做 那每一次做七千块 七千块 七千块 所以六百八十五讲全部做好了 我们需要四百八十万新台币 那么这个钱谁要付啊 我不来了 我这几天完了我不来了 那么你们要不要看这个一个一个做出来呢 要不要 那要用钱啊 应该谁付钱 唐崇荣悟道文从来没有向教会募金一块钱 没有到一个有钱人家里请帮助一块钱 那如果照你这样的脾气 又不要要钱 那么到底需要不要用钱 到底需要 那我们怎么样需要钱 怎么得到钱 我们只把重要性把我们的需要公布 以后就要求神感动 谁 谁主动来 谁主动来 你说这个原则 是别人也这样做 我会的 你不要给我拿圣经什么有耶稣请人车饭啊什么 我告诉你 耶稣请的是门徒 他不是请非基督徒 所以对外邦人 圣经说什么 一文不取 保罗呢 他也不在别人已经建造的根基上在建造 那我不在人没有甘心情愿 没有受感动的情愿下 逼他奉献 那叫做勒索 我不作奖 所以我教会有几个最有钱的人 最近几年一块钱都不奉献 我也不去支配他 在我在讲台上需要讲的时候 我就是信徒 如果你有责任感 你要知道四分之一是上帝的 不是你的 你把四分之一侵占为己有 你是强 你是多 你是偷了上帝的钱 所以现在呢 我们需要四百八十万 才把这些已经录好的讲道 把它变成有字幕 有很好的印象的这个录影带 那这些已经做好了 再用一笔的钱 把它推广变得很多 那就可以卖给你们了 那你们如果有人说我要收藏 塔木斯的罗马书 一共大概就一百多次 约翰福音差不多将近两百次 还有其他的圣经 雅各书可能四五十次 还有其他的创世纪等等 你们可以用你们储席的钱 来买这些东西 那以后呢 存下来给你的孩子 给你的孙子看 就变成塔木斯离开世界以后 还可以以神仆人的身份 把他所想的 所信的 继续造就其他 要来活在世界上的人 感谢您的观看 谢谢您的观看